完了完了这下废废了 这是掏电缆了还是掏燃气什么 山里绿来风满楼 唯有干活就要愁 活的吧来活的拿起来 大家现在都在为情所困 你三地儿我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劈口都困 五点半就起来了困完了都 还有一句话怎么说呢 是牵手我才必有用 我怎么是都不用就不用 好哥们吵架了 让咱们现在赶紧去替他一切 说是找个燃气管道 问我有没有刮本 说时候当时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有个刮本 我跟好哥们说 就咱这手印 自带探测还用得着刮本吗 一般没问起 好哥们的意思 别一般没问起 万一有问起 那不全废废了 正厨着这么早 上哪去焊口刮本 到储藏室 鞋子找块钱本 一看还有一股现厨的刮本 好哥们 这段到都吃 用完了都能给我送走 我掏你个猴子的 已经变形了 这样还拿砸进去 得处计一下 这样才能好杂一些 Follow me Go D 接 我的好哥们 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两台小挖机 一台大挖机 好哥们 没错啊那前面 只不过不是一个部分的 烟气就在车角下 大约还有一个半车味 咱们可以看到 前面有台156 正在开挖作业 下挖了差不多2米7左右 哎呀 这土不行 这小哥们 挖的不如他的块 咱们这也够瘦的 得一点一点的往回跌 而且底还看不到 这两个电缆 我躲避了半千 弄了半千 早让好哥们给缝断了 断了就对了 这里边全是石头 这谁能试得出来 完了完了 这下废废了 这是套电缆了 还是偷燃气什么 哪个好哥们探测的 把标志拍在这里 我探你个猴子的 这屋差最低差了三米 拿手我问他呢 好哥们 特森已经放松据气了 显示挖到这个燃气还走呢 没挖两下就出来了 咱说实话能试出来知道吧 那种手感就像挖到了一根 大号的香肠上面 软绵绵的 起初特森 以为是那根断掉的电缆 挖这么深 咱们底角根本看不到 正好上面的施工员 跟工人交代工作 还以为施工员已经看到了 弄了八千没看到 咱说实话 还得试测森啊 知道吧 这都是以往不知道 挖断了多少 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好哥们 不是吹的 这要是换到别人来 肯定够没问题啊 做时候真是吓坏了 管子都折了 差一点就断了 同行们在做这种活的时候 一定要时刻紧绷 防止他们探测的不准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啊 已经挖到了直径的结合处 也就这样了 好的呢 前面视频咱们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